在华语动作片的大荧幕之上 袁奎的导演名号 在不少观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70年代初便进入影坛打拼的袁奎 在80年代的港片荧幕之上 凭借快速、灵力的动作设计 诙谐、幽默的剧情把控 在红金宝、成龙之外 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动作喜剧市场 90年代初 袁奎与周星驰的合作 造就了不少无厘头的喜剧经典 而他与李连杰的相遇 更是为影迷们留下了正东电影的时代传奇 2000年之后的袁奎 还带着自己的导演梦想 走入好莱坞的大荧幕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袁奎的导演之路 早年的袁奎也和成龙、红金宝一样 在于战元先生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学习 70年代初 随着戏剧市场的衰退 电影市场的崛起 袁奎也跟随师兄弟们一起 走入了电影片场 并一步步成为了幕后的动作指导 在电影作品中 也担任了不少龙套角色 70年代末 成龙凭借一部罪权 开启了自己的大型时代 而袁奎也因为这部罪权 揭开了自己导演之路的序幕 1978年 动作指导袁和平 在港片教父吴思远的支持之下 坐上导演的位置 拍摄了蛇形雕首 罪权两部作品 此时的袁奎也在吴思远的提携下 以助理导演的身份 参与了罪权的拍摄 这次助理导演的工作经历 为袁奎随后的导演之路 埋下了伏笔 在罪权的拍摄过程中 吴思远看到了 袁奎出色的片场调度 统筹能力 1981年 吴思远与家和共同策划电影《死亡塔》 吴思远有意让袁奎指导该片 但此时的家和却力推自己旗下的导演 红金宝 最终经过双方协商 《死亡塔》由邹文怀亲自监制 吴思远以总导演身份坐镇 而袁奎 红金宝则以执行导演的身份 参与影片的拍摄工作 打着李小龙一作的营销噱头 再加上红金宝 袁和平 袁奎等人的动作设计 这部《死亡塔》在上映之后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死亡塔》之后 吴思远又在1982年策划了功夫片《龙之忍者》 并将该片的导演工作交给了袁奎 而这部电影 也成为了袁奎独立指导的首部作品 凭借紧凑的剧情 出色的打斗设计 《龙之忍者》上映后 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袁奎也因为这部作品 打响了自己的导演名号 虽然是因为吴思远 袁奎才走上了导演之路 但真正让袁奎以导演身份走红影坛的 还是红金宝 80年代初 红金宝凭借一部鬼打鬼 开启了香港电影的僵尸片时代 而提放小手 其谋妙计五复兴 也将警匪动作喜剧推向了高峰 此时的红金宝 以及他名下的宝盒电影 《德宝电影》 成为了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标签 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之下 袁奎也选择了离开吴思远 投入师兄红金宝的旗下 在红金宝的电影团队之中 袁奎遇到了一次事业转折 1984年 马来西亚小姐选美冠军杨子琼 前往香港发展 并被德宝电影迁入旗下 德宝电影希望杨子琼 能像霸王花胡惠中一样 走入动作片的大荧幕 于是策划为其拍摄一部动作 警匪片《皇家师姐》 然而 此时的红金宝正在为夏日复兴 龙的新两部作品奔波 所以这部《皇家师姐》的导演工作 落到了袁奎的手上 在《皇家师姐》里 袁奎的表现没有让观众失望 该片上映之后 在大荧幕上掀起了一阵 打女电影的热潮 杨子琼凭借该片 稳定了自己在动作影坛的地位 而袁奎的导演名号 也因为这部作品响彻香港影坛 《皇家师姐》之后 袁奎迎来了一波导演事业的高峰期 1986年 袁奎先是为师弟圆标 直到拍摄了动作片《执法先锋》 之后又与好莱坞新线电影合作 为上阁云顿导演了《血的游戏》 《执法先锋》 《血的游戏》上映后 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1987年 袁奎又应好莱坞之邀 以导演身份拍摄了《血的游戏2》 1988年 成龙、洪金宝、袁彪的《铁三角组合》 进行了最后一次合作 共同出演了电影《飞龙猛将》 而袁奎也以导演的身份 与洪金宝共同为该片担任了指导工作 80年代中后期 打女电影《石头游载》 袁奎导演的《师姐大赛》 《皇家女将》等作品 也受到了不少动作影迷的喜爱 然而 80年代末《洪家班》的电影市场开始衰退 袁奎的导演事业也陷入了窘境 90年代初 随着港片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洪金宝》名下的宝盒 得保两家电影公司 先后走向了停产 为了寻求新的事业发展机遇 袁奎在90年代初离开洪家班 并在此时遇到了刘振伟 早年的刘振伟 一直以制片人的身份在影坛活跃 1987年 刘振伟与王家卫共同加入了邓光荣的影之节 制作有限公司 在邓光荣的支持之下 刘振伟也从制片人转型导演 并拍摄了《猛鬼岔馆》 《猛鬼学堂》 《猛鬼大厦》等经典喜剧作品 80年代末 影之节先后为王家卫 将大卫投派了望角卡门 《我要富贵》等经典作品 这些作品虽然在各大影展上屡获殊荣 但巨大的成本 平淡的票房 却让影之节不堪债务重负 看到了公司效益不景气 刘振伟便离开了影之节 并在90年代初与离开洪家班的袁奎相遇 而这两人的相遇 也为周星驰揭开了时代序幕 1990年 期待没开二度的刘振伟 袁奎得到了港片教父吴思远的支持 共同指导了电影《赌胜》 而独具会演的吴思远 看中了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星驰 并邀请他出演了片中的男主角 《赌胜》上映后 引起了一片轰动 并在1990年 夺得了票房冠军的宝座 周星驰因为赌胜 开启了自己的港片时代 而袁奎 刘振伟也凭借该片 重振了自己的导演名号 赌胜之后 袁奎又为周星驰指导了《新京武门》1991 漫画《威龙》两部喜剧作品 有趣的剧情出色的打斗设计 让这两部作品获得了不少影迷的喜爱 然而在影坛走红之后 周星驰很快被向华强 王晶拉入《永生》电影的麾下 袁奎、刘振伟、周星驰的荧幕合作 也在短暂的光芒之后 归于寂静 随着周星驰进入《永生》电影 袁奎、刘振伟的导演组合也各奔东西 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1992年 刘振伟与王家卫成立了泽东电影公司 而袁奎也在1993年 与李连杰共同创立了郑东电影 随着这两家电影公司的建立 香港影坛也涌现出了两段新的时代传奇 90年代中期的《香港影坛》 则东电影公司凭借东城西九 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 春光乍蟹等作品 在文艺片大银幕上独领风骚 而郑东电影则因为方式与两部区 中南海保镖给爸爸的信 鼠胆威龙等作品 在动作港片的大银幕上谱写传奇 在与李连杰的长期合作之中 袁奎的导演事业也渐入佳境 走上了新的高峰 90年代末李连杰进军好莱坞 之后的郑东电影也被永胜影业收购 而此时的袁奎也再度进入了导演事业的低谷期 90年代末的港片荧幕上 袁奎虽然也导演了《麻雀飞龙》 马永珍、《黑玫瑰一节金兰》 《浑身是胆》、《神拳》、《夕阳天使》等作品 但港片市场的衰落 以及古惑在电影的蜂蜜 都使这些作品埋没在了票房洪流之中 2000年之后 袁奎也开始尝试进军好莱坞 2000年 他以助理导演的身份 参与了艾克斯战警的拍摄 2001年的《龙之文》里 袁奎再度以助理导演的身份 与老搭档李连杰进行了精彩的动作合作 在《龙之文》的拍摄过程中 吕克贝松看到了袁奎的导演才华 2002年 在吕克贝松的支持之下 袁奎坐上了导演的位置 并指导拍摄了《非常人犯》 《非常人犯》上映后 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该片之后 袁奎又在吕克贝松的支持之下 指导了《非常人犯2》 《生死格斗》两部作品 虽然《非常人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之后的《非常人犯2》 《生死格斗》却都票房乏力 袁奎的《好莱坞导演之路》 也在2006年的《生死格斗》之后 归于平静 2008年 在好莱坞受挫的吴宇森 打算回归《华语影坛》 并策划拍摄了《赤壁》 袁奎也以助理导演的身份 参与了《赤壁》的拍摄 并借机重返《华语影坛》 重返《华语影坛》之后 袁奎回归到了动作指导的位置 随后的他也在未以导演的身份拍摄过任何电影作品 而2006年的《生死格斗》 也成为了观众们对袁奎导演身份的最后记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 点赞 留言 订阅